重塑命运 是啊 我觉得我还是会被这种东西吸引 到大学里会感慨的 我觉得你现在我们谁 谁可以那么清澈的说出来 我相信知识可以重塑命运 因为现实并不遵循这个原则 或者现实经常藐视这个原则 当然你内心还是可以相信这一点 王先生 好久没见了 好久没见 我在楼下转了一圈 这是我们原来的 马利亚大学的文理学院 1949年 我来上学的时候 一下过去70年了 74年了 我看你那时候照片还留着胡子 就像一个羊炮一致的那种感觉 其实倒不是如此 其实是因为我每次剃胡子 刮破了是吧 会经常想起那个时代吗 那个时间吗 没有什么原因 其实我写这个书 就是因为完全 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我太太写了她的故事 就是她说她非常之敬爱她的母亲 但是她后来想起她知道的事情太少了 孩子们也不在 我们到处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她就说写下来给他们看 写完 他们看了之后蛮高兴的 后来他们一直在催我 好几年了 不停地在问 轮到你了 写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不太清楚 还靠着我母亲的这个 就我母亲就是整天看不见我 她也没有机会跟我谈 我也没有去问她 她就自己写下来 她知道这父亲跟儿子不讲话了 对 对中文是不讲话 她是如此 但她去世的前几天 她拿出来给我 那么我看到非常感动 那么她就 常常讲 不停地讲 你是王家的孩子 一定王家的事情要搞定 主要的理由很简单 至少要回去 这些话有点啰嗦 跟布罗伯很好 很有意思 您知道这个 您这两本书特别触动我 比如在医保啊 然后到南京读书 又回到马来西亚 就是整个这个表述 其实经历的人都读不得了 对 但是没有很少人写 其实我觉得 这两本书的语言 比您之前的书更动人 我其实其他都是 之前的书是一段去个人话 一个小孩子 医保去过吗 我美国很想去 没去过 我刚刚在北京 见了一个在医保来的作家 写那个刘淑弟的团画面 他还谈到你 对 我父亲的 他主集是广东煤线 煤线的 是客家人 对 作为一个医保的华人 我从小是在那个混杂的文化 地区里面成长 他这些 这个混杂的情况 对我来说是自然的 最自然不过的情况 其实是在我开始写作以后 我才比较意识到自己的边缘身份 才意识到原来整个文学大中原 就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中国大陆 然后有台湾 有香港 我才感受到马来西亚 华文创作者的位置 原来是为几道那么远 那比如说在你小时候 比如你七年出生 就那个时候你们 比如在医保 对中国是什么想象的 不要说我自己本身 没有机会接触 或见到当时的中国 就算是我的父母辈 他们都是没有见过的 是 但我已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土地上 生活了三十多年以后 我到第一次到外国去生活 那个外国居然是北京 就是是中国的时候 反而给我的冲击是很大 就是那时候才会回去想 我作为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是谁 我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那时候反而是我第一次 反而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是吧 是 那这个有某种结论吗 那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是 马来西亚华人 这手 人在外国 这家铺盛 就算是 都相同 我所想家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自觉 我从来没有把语宝当作是家的 因为从小就是父母听说我们不久就要回中国去 一直在这么谈 所以真正是乔居吗 因为我真正想了解语宝的情况 所知道的是所看到所听到的 也没有好好地去想想有什么意识 意义没有意义 因为意义就是要回国去 等于这个节目完了 下一节目开始了 因为虽然我父亲交了我许东西 叫我读古文 古文官子这类的东西 老实说他对中国方面的改变他也不太清楚 他也没有想到情况变得那么复杂 拖到中日战争再加上的太平洋战争 一拖拖了十年了 到1947年才去的 在医保中学毕业之后再回去 才能上大学 这点我回想起来是在非常可惜的 就是在这1946年南京的几个大学 闹学潮闹得很厉害 那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抓了很多 所以我到我去的时候留下的学生都是不谈动不谈慌 但我外来的学生也不知道 不总之幼稚也幼稚的好处就是 什么都是新的 所以这种很感兴趣 能够学多少学多少 我同学他们的顾问被豪杰了 我不太懂的时候找他们去 不敢问老师就问同学 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 很亲密的很亲密的 中国通史那个很妙的 他名叫做《妙峰林》 《妙峰林》他写的三本叫做《中国通史要略》 跟他从头念起 他是很认真的 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把他的书看得有点保留 因为他个人的政治意见太明显了 特别那个时候比他更传统的人我反而喜欢 一个叫做 印象特别深的 柳怡峰 那我知道柳怡峰 是我父亲的老师 我父亲背的跟他学的 对中国文化 我稍微懂一点的理由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柳怡峰 不谈政治 不谈经济 所以18年的时候 内战打到徐州 徐州之战之后 国民党也没有信心了 根本要过疆了嘛 所以根本把中央大学解散了 把所有的学生叫他们回去 这留了我们几十个学生 无家可归的 嗯 我像我呢 有些是从各地云南四川呢 呃 湖北太远了 嗯 暂时不能回去 留着呢 你知道南京冬天是冷不得了 湿冷湿冷 嗯 父亲是因为身体不好 嗯 所以他病病得很严重 他知道 再留一两年的也不行了 嗯 我我我父亲走的时候 他当然他还留着我的念书 他因为 到底不舍得了 我已经考进大学了 所以 所以我 并没有想到会回来 学校总有一天要开学的 嗯 我就留着等着 不管是谁来谁来干干政府 那另外一回是 是我叔父 他说你一定要去 嗯 你父母亲年纪那么大了 你一个 你一个孩子你不去 以后怎么样 嗯 他大概他也大概知道这个情况 不对了 把船票买好了 把你塞上去 差不多 嗯 什么是马来亚共鸣 嗯 其实我父亲也这样 说不清楚 嗯 什么是马来亚共鸣 嗯 什么是马来亚共鸣 其实我父亲也这样 说不清楚 嗯 什么是马来亚共鸣 以后将来怎么样 也不清楚 我回来的时候 嗯 回来到什么国家 嗯 不是个国家 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 还是个马来亚的一个 嗯 英国的熟地 嗯 社会总有一天会独立 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叫做马来亚 嗯 是马来人的国家吗 嗯 是我们各种多元民族的一个国家吗 嗯 什么民族 什么人权 什么法法定什么国家的正 整体 宪法如何 都还不清楚 还在正在搞 不仅是我们呢 整个东南亚都在建国 都有相似的问题 嗯 都有相似的 而且他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不同的问题 对您个人来说 就东南亚的一个概念的 更清晰化 是什么时候 我的研究也好 或我的生活也属于东南亚这么一个一个 一个范畴 我想 吴新中 大概 我1949年离开南京 回到马来亚 那时候就开始了 就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 英国人是要你们这些 这些当地的华人 要你们好好学讲英文 来帮助我们治治理这个 这个马来亚 他不要你懂得什么政治 回头想起来 我许多是政治的词汇 我本来英语的都不懂的 反而我的政治知识 多多少少孩子来自三民主义的那种东西 三民主义 在中国的时候 三民主义 必修课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的印象是一般的学生根本不感兴趣 就对一个医保的年轻人来讲 这是很新鲜的事情 什么理由呢 不是因为我跟孙中山或者三民主义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了解 但是他用的许多的文字是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问题 所以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里头这些词汇 对 从这里来的三民主义来的 从三民主义来的 从三民主义里面看得来的 嗯 其他的科们听不到 没有 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都总之 这些词汇 嗯 我了解了 嗯 所以对我来讲 是一个教育的一个 一个启程 在政治经济的启程 还蛮有意思的 是这样的启蒙的方式 反而我 嗯 所以您再回中国就是73年那一次了 50年前了 嗯 让我们访问几个大学 嗯 他说你在北京认识什么人没有 我说我我我听说我一个同学 叫做张雄 嗯 听说他在北京的这个 北大附中当教师 嗯 就打听 找到这个张雄 嗯 张雄在大概在乡村里头 呃 老公 嗯 那好像 是不是有他的字在这 就他的字啊 哇 嗯 嗯 他比我下了六个月 嗯 张雄 写于北京大学寓所登下 嗯 舒适 洗雨停记 嗯 嗯 哇 他问题是古典中国教育 他的医保上了英文学校 然后又去了中国很短暂又回来 又投身的是马来亚建国的过程 所以他的身份是非常混杂的 他们要在各种事业之前找到自己的一个缝隙生存 他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也创造一个新的自我的身份 这需要巨大的心理上的一种建设 嗯 嗯 那这个有某种结论吗 那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马来西亚坏人 我觉得我其实戴掉了那个帽子 那个马华 那个帽子 我记得我是曾经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面 这样子提到过 嗯 我是一个作家 是一个中文作家 嗯 就引起了一些反弹马华的读者 听了很不高兴 说你现在就不要到马华作家 帮本了是吧 对 我觉得在写作这个事情 至少我觉得我 从来其实本来就没有追求过 成为一个马华作家这个事情 我就知道我是在使用中文再写作 当你放掉这个身份的时候 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放 很强的解放 那当然是我觉得我在写作上 在题材的选择上 在处理上 我都觉得自己更更更更更换 更换大了一些 我觉得更更自由了一些 哇 刘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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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也是苏东坡的 你说清风徐来 水波不星 举酒主客送明月之诗 这个写这个书法的 他是在他们朝剧里写那个戏本和书 他就那个时候他们差不多来新加坡一个月 那么他就是没有亲戚 没朋友 只是每次来我店里跟我爸爸谈话喝茶 谈谈这个谈谈那里 很孤单 很孤独 他就要回去之前就写了这个送给我爸爸 那很动人 OK be good boy 多大了 13年 哇13年了 等于我们人的年龄是91岁 这些是我的祖宗 27 28 29 30 我阿公31 我爸爸32 33 33 33 因为我阿公和我爸爸他们不乱乱丢东西的 这么多老东西 老东西 OK 我没看过这个 哇华侨登记证 没看 真没看过 第一次 哇这太好了 孙云阿公叫翁胜修是吧 对 翁胜修 Elias 翁展发 新加坡 还是这个家呢 谢明队给的一个 你们新加坡的故事从这里开始的 那是什么感觉 那时候您才二十多岁吗 你去马来亚帮助 建立一个大学的时候 去吉隆坡 当时我太太 她本来她又很有才干 但是她就放弃了 因为她这里有工作做 有很好的一个职位 可以在新加坡 又是新加坡人 但是她为了我 她跟我去 我们就是一群年轻的建国者 建国者一样 一起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不完全是本地人的 还有很多外国人 帮助世界了解这个新的国家 是什么一个国家 最初我是 我并不想做东南亚历史 还是要研究中国历史 还有一点我要提到的 就是东南亚这个概念 从哪来的 坦白说 东南亚的名称 是因为大英帝国的这些 这些军事里头的人 在考虑到这个世界国事的问题 将来英国帝国 退到底要退到什么地步 他们主要的就认识到 中国是将来是大强国 印度独立之后 也是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强国 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 是绝对不会听英的 英国的 印度的民族主义更反听 更反应 你英国到底如何保留它的 贸易的势力 就是靠东南亚 美国同意 1944年的时候 把全部抗日的军事基地 摆在Stre Lanka 叫做South East Asia Command 这么来的 哇 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 最早研究的都是外国人 都是英美的学者 英美法赫 这三个三四个地方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 我才知道 中国的材料那么丰富 我才知道 孙中山跟抗日围到这来 是不是从东南亚 有这个视角来重新看中国 中国的感觉也都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坦白说 这是慢慢的慢慢的 我最初也不怎么不清楚 主要的是 还是 我的兴趣还在现代近代史 但是没有档案 这里都是禁书 根本不能研究 所以到古代去 那么 刚好我那个南南海贸易 做到唐末五代 发现了这个五代史 跟这个军阀很像 很像 主要的 如何统一 如何再统一 五代就是如此 几十年 就是想一统中国 军阀时代 一统中国 都是一统中国 而且 每个中国人的这个概念 就是要一统中国 分酒必喝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这个很简单 很有趣 一千年前 我也是那么想 现在 还是那么想 哇 所以我们您说 我们的历史的模式 这个pattern很早就决定了 似乎如此 你看来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这种强烈的统一冲动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呀 这要到周公文王武王了 有这么天下的概念 但是天下的概念 跟一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的 天下是大家共同一种 共同一种思想思维理想 对于这个人类这个希望 呃 华夏 一种 一种认同 认同这种文化 所以这个 基本上是文明的文化的一种概念 嗯 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嗯 统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所以中华文明 在这个秦汉之前 可以说是纯粹是文明概念 秦汉之后 就带上 文明加上一个国家 一统国 一统天下的概念 对 但是您看 比如在战国时代吧 大家都认为秦国是个更野蛮的国家嘛 比如齐国 它是更 civilized 更文明的 恐懵 恐懵 难道就是历史总是要 所谓的更野蛮 要 要战胜 战胜文明吗 不敢说每个国家都如此 嗯 所以对文明的比较 嗯 我认为很有意思的 嗯 我最近都是在研究这个问题 嗯 文明跟文化的区别 嗯 文明跟文化到底什么区别 从您的视角来看 这些概念都是外国来的 嗯 不是我们中国本来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词汇 这些词汇都是 嗯 翻译外文的 嗯 civilization 翻译成文明 嗯 culture 翻译成文化 civilization 呢 本来是法文 嗯 culture culture 是德文 嗯 所以两个语言呢 他们用法差不多的 嗯 所以最初我们用的时候 文化跟文明 我们也不分 文明是没有界的 没有边界的 所以文明是什么 一种理想 嗯 就是人类的这种看法 嗯 人类发现什么 新的发明 新的概念 嗯 使我们人更好 而且没有边界的 你要学就可以学 嗯 你美国人要就要当一个 儒家的思想象 完全可以 这是文明 嗯 文化就是我有边界的 嗯 所以文化为什么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比文明更厉害的概念 就是因为 有这个新的帝国跟国家的概念 嗯 那你有政治体制就有边界 嗯 所以一直到 启蒙时代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边界的问题 嗯 这个从 主要的来源呢 是很特殊的 是西欧的经验 嗯 这个经验在什么地方 就是天主教 跟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斗争 嗯 三四年之后 残杀了多少人 嗯 嗯 他们就决定 不能够再过 再继续的下去 嗯 大家就开了个大会 就叫那个最有名 那个叫做一个 Westfalia Westfalia 嗯 对 不越界 不打仗 由条约 规定之后 渐渐的国家概念 就成立了 嗯 就是Nation State 嗯 成立了 从那个边界建立 认同之后 法国革命跟美国革命 是国家概念的起头 对民族概念是这两个国家开始有的 以前哪里有 贵族的国家 嗯 皇帝的国家 嗯 宗教的国家 哪有全民的国家 这个建立之后 整个世界变了 不能不承认的就是 启民文化 是我们 现代化的一个 主要力量 嗯 喜欢不喜欢另外问题 对不对 另外问题 二战以后 全世界 变成全民国家的这种概念 但这个全民国家 大家不懂 这个边界怎么样 不懂 所以不同在打 不同在乱 这法国人自己发明的 都乱了那么久 但是最少他们乱的时候 他们都有原则的 嗯 因为他的出发点很清楚的 嗯 他出发点是一种 是全民的 国家 全民 所以一定要有民族 嗯 我们亚洲所谓民族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嗯 跟这个全民国家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们要现在 要学他们的话 你要现代化 要全部学得来的话 全方西化的话 你自己没有这个根 不稳定的 嗯 这是我个人的 个人的想法 嗯 躲进小楼成一桶 管他东下 于春秋 哇 这人很震惊在这读到鲁迅 嗯 你有想过这个店真的消失了吗 嗯 这些老的文件 呃 讲一句难听啊 有一天啊 砰 烧到完 我站在路边看他烧 怎么样 都完了 所以怎么样去保留 嗯 保留的就是在我们的脑袋 我有些书要带回去 好 哦 你每天还要读很多杂志是吧 我部分带回去看 嗯 有些留在这看 嗯 您多长时间来一次办公室 还是每天拿呀 对 两三次 嗯 我自己的一本书送给您 正好写两棋抄的 写他也在新加坡呆过嘛 他也来过新加坡嘛 对对对 我正常写那几年 他Exile这个year 谢谢谢谢 那我带回去 我帮您放在带里 我们见到您可开心了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过去的 这是过去的 嗯 我们走一走 看看 这是我以前的 嗯 这个是20年代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 现在你看的这些 都是我们的宿舍 嗯 所以我们的天天 就在这儿闹着 哈哈 打球了 嗯 开会了 嗯 讨论马来西亚的未来 哈哈哈 您是在哪儿认识的您太太 第一次见到您太太是在哪里 你在这儿 她比我第一班 嗯 在文学系 嗯 那么 我们那个时候的 学生的这个餐厅 嗯 在那儿 所以我们下课的时候 就到餐厅去 嗯 喝咖啡了什么 在那儿见面 嗯 我碰到我太太就是运气 嗯 她不选择的话 被选择是吧 你选你的人家不选你 你没办法 嗯 所以就靠她选择 嗯 她选择我 就我的运气好 嗯 这是运气 嗯 但是您个人要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被她选择呀 嗯 不敢说 嗯 不敢说 到最后 她什么理由选择我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谁知道 嗯 嗯 好很坏 学生时代是最好的时代 嗯 因为一方面自由 一方面没有责任 嗯 做什么就是 嗯 学习的一部分 嗯 大学内 嗯 你什么都可以谈 嗯 外 外面一出门就不能 嗯 你一出 一出门就是要受法 法治 嗯 所有历史上和到现在的伟大的历史学家您最佩服谁啊 老实说 在历史方面能够解答一些疑问的我都佩服 嗯 他们都是很多都是下大功夫的 看起来我非常的惭愧 嗯 我的功夫有限 还是靠他们 哈哈 您太谦虚了 往这边走 明儿就是 要做什么 легко 我们就 rooftop 行了 来 干什么 看